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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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应该现在大家还,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应该从介绍钟礼录,我们到后面的几个大单元了, 我们现在已经介绍到应该第五个大单元,是说什么是英国,大英国这边吗? 我们在大英国的介绍这边的话呢,大英国是可以分为说有英、元、果、三者吗? 而我们在这边的英、元、果、三者之后的当中呢,我们分到哪里? 我们是要准备要介绍说六英吗? 和六英是不是就说,能做、具有、同类、相应、片行、一熟,这六者吗? 和我们这六者当中,我们上个礼拜是绿绿讲到所谓的能做、英吗? 能做、英。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所谓的何为能做、英呢? 这个能做、英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应该这样讲说,所谓的能做、英是什么? 就是英啊,英的意思是能做、英的。 有作用的吗? 不明思义的,有能作用的这个、英呢? 我们叫,所以凡是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英,也就是所谓的能做、英。 能做、英也就是所谓的英啊。 可是呢,能做、英在声音上去分类的话,我们会分什么? 我们分有一个叫说,有功用的能做、英、跟无功用的能做、英。 而有功用的能做、英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无常,就是有功用的能做、英嘛。 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略略的去提到的,就说,凡是英,是不是就一定有它的果吗? 英一定就有它能生出的果啊。 所以呢,它就有一个作用啊。 要是无常,要是事物,它才会有作用,才会有能生出果的嘛。 所以,有功用的能做、英、跟英,就是同意的。 而是不是有一个无作用的能做、英呢? 或无功用的能做、英也是有。 那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常法了。 是存在。 但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叫做有作用呢? 或者因为应该就是它,它为什么叫做无作用呢? 因为它是常的嘛。 它没有能生果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我们叫它能做英,为什么要取名为作英? 因为它没有障碍这个果可以生起的缘故呢? 因为它是从没有障碍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取名它叫能做英,实际上不是它的能做英。 所以,在试方中,我们是不是用一的据舍论,它说, 这边说,除智于能做嘛,自己以外的,自己以外的,以自己为它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都是可以叫做能做英吗? 可是自己以外的能做英呢? 是不是就一定是所谓的能做英? 而就不一定了,可以被称之为叫能做英。 可是这是称之为什么是,有功用的能做英,跟无功用的能做英。 反而是,如果是无功用的能做英的话呢,一定不是能做英了。 能做英一定是要有作用的能做英嘛。 就像上次我们是不是跟大家略略解释说, 比如说,肉可以分为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可是如果在生泉上面可以分为素肉啊。 哦,素肉反而一定不是肉嘛。 可是在肉在生泉上面来去分,或者在声音上面去分的话呢, 它可以分出这种素肉吗? 因为它是什么,它很类似啊。 或它有一些功能,有些作用跟肉是类似, 可是反而是,若是素肉,一定不是肉嘛。 那从他在这边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反而是,如果是无功用的能做英呢,一定不是能做英。 但它有一些的作用,有一些的特质, 把它要举名为叫能做英。 它那是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障碍其果的缘故, 它就要变成说,无功用的能做英。 所以呢,上次是不是跟大家略略介绍说这个时候, 说,你说一般的能做英的定义要怎么讲呢? 我们没办法讲出来了,因为它说没有障碍于他人, 没有障碍于他人,这个他人是谁呢? 说不出来嘛。 可是我可以是不是说,凡是事物,凡是无常, 一定是能做英,因为它一定是某某某某某东西的一个能做英嘛。 这是一定可以这样讲的。 可是我们要说出能做英的标准的时候呢, 你特有一般的能做英就说不出来, 你只能说某某式的,或某某一件事情的能做英, 就例如说什么,像瓶子的能做英。 瓶子的能做英是谁呢? 就是与瓶子为抑制的吗? 与瓶子为抑制的, 看对瓶子生起来没有造成危害, 或者没有障碍瓶子能生起来这件事情呢? 这叫什么? 叫瓶子能做英吗? 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这是什么? 我们讲说,这叫具有英。 具有英的是说什么的话呢? 我们看说,互相同时亦是亦直, 又不障碍互相生起的同位。 这是说什么呢? 这是说所谓的巨生英的形象, 例如说什么呢? 巨石生起的四大。 就是说什么, 这也不是真实的英国吗? 为什么不是真实的英国呢? 从第一个阶段我们就知道, 互相同时亦是亦直的吗? 互相同时的亦直来讲的话呢? 就代表说什么? 它一定是同一个时间存在吗? 如果是同一个时间存在, 是不是我们说它一定不是英国了吗? 我们上次说如果是英国的话呢? 一定是英在前, 果在后, 有英时呢? 果就没有了, 有果时呢? 英就已经不在了, 一定这两个是不会同一时间并存的。 所以它透过这样的一个词汇说, 互相同时亦是亦直的, 我们就知道说它不是真实的英国。 可是我们是了解说什么? 它是一个具有因。 具有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同时又是亦直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互相障碍升起的。 就像说什么呢? 举个什么例子? 像我身体里面的四大, 它是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个地水火风, 是不是同一时间有, 同一时间一直, 同一时间互相升起没有障碍吗? 它是个别个别自己的作用, 哦, 我里面的火大跟我的水大, 我的水大跟我的地大, 我的地大跟我的风大, 完全没有相关连性的。 所以呢, 它等于说什么? 它是具有因, 具有果。 它有些是什么的话, 虽然它是可以说是巨生, 它是互相同时一直一直呢, 可是不一定就是所谓的不障碍互相升起的。 就像什么? 同一个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有热跟冷在同一个地方? 可是它就是有障碍吗? 有热的时候就会障碍于冷, 有冷就会障碍于热, 所以它没办法说它是无障碍的。 不代表说它是互相同时的, 意识的话呢, 就一定是不障碍互相升起的。 有些可以互相障碍的嘛。 好, 所以具有因的话呢, 具有因就是什么的意思? 就是说它是同一个时间而有的, 意识的东西呢, 没有障碍, 没有阻碍别的去升起的。 这就是我们叫具有因的, 或具有果。 那也是为什么呢? 这是依群者, 拒舍论里面说, 如云具有互为果。 具有互为果, 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 那它是, 所谓的具有因是什么呢? 互为因果, 互为具有因果啦。 就是刚刚的说, 同一个时间有的火呢, 也就是同一个时间有的, 比如说土的因, 具有因, 具有果。 那同样, 可是同一个时间有的这个土呢, 也是反过来说, 同一个时间有的那个火的, 具有因, 那个火也是具有果。 这个是他们可以互相作为具有因, 跟具有果的这种事情。 好, 那, 所谓后面这边说, 那说什么的话呢? 那我们所谓后面第三个说, 所谓的同类因是什么? 同类因是说, 能生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 这才叫说同类因了。 那说什么的话呢? 这已经有一个类别产生了, 一个类别产生, 说什么? 就比如说, 与我类别相似的后者, 像我们说, 我的, 应该讲他是说, 相似自己的同类啦, 同类跟同质是不一样的, 我的这个同质呢, 是可以从无始以来就算起吗? 因为我说这个加上之前还有什么, 之前还有什么, 可是我的类别, 不是哦, 我的类别是精神才, 比如说我说, 如圣法师的类别是什么, 是精神比如说, 在生下来的时候, 我的类别才产生, 或者我前面的跟我的类别是完全不同的吗? 我们是不同的类别, 或者说, 一般来举的经书的例子来讲, 说什么, 像第一刹那的圣者的心事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没有他的同类因了, 因为他这个前面之前的心事呢, 都是凡夫的心事, 后面的圣者的第一刹那呢, 是什么呢? 是圣者的心事, 所以他是完全不同的类别,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同类因啊, 可是你说他没有他的直流吗? 他没有一个从哪里来, 他一定是有来的, 他是凡夫的心事, 慢慢变成是圣者的心事啊, 他是这样子变下来的, 可是我们说什么, 他是没有他的同类别的因啊, 那所以, 所谓的同类因,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己要有能力, 生起与自己类别相同的后者, 有这个能力, 生起这个后者来讲呢, 这我们才可以强制为叫同类因啊, 你看就像说像跑平一样, 跑平就可以叫他这个同类因嘛, 为什么可以叫他同类因呢? 他是不是有能力伸出去跟他类似的, 他已经是这个类别的, 他有能力伸起这个啊, 你看我们说, 反复的心事的最后一刹那来讲的话, 他就已经没有能力伸出于他的同类别, 因为下一刹那已经变成是圣者的心事嘛, 所以他已经没有能力伸出于他后类别的叙留了, 好, 这是第三则了, 那第四则我们说什么呢? 那这边所谓的相应的五相应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说, 他是要必须因为他是为新王, 像新王跟新所这样子的, 他要符合的五相相应的, 那当然他如果是符合这五相相应的话, 他后面也不会互相障碍的, 因为他是一个眷属当中的, 所以他是这个例子来举说什么呢? 就比如说掩饰新王, 掩饰这个新王呢, 跟以及他周遭的这种受、想、行, 或者我们说施、受、想、行、作义, 等这些新所来话呢, 这些都是所谓的互为, 这边讲所谓的相应因, 但所谓的五相相应是什么呢? 是实, 应该说这样, 他说是实所依所缘形象, 看我们从简单来讲, 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若有一个的时间的话, 另外一个一定要有, 若有另外一个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也一定要有了, 就说什么呢? 如果有掩饰的话呢, 掩饰周遭也一定会有受、想、行、思、作义, 这些都一定会有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例外的, 这一定是互为有的, 若有一个,则有另外一个, 若有一个,则一定有另外一个, 那所依的是相同是说什么? 他依着这个主要的因是相同的, 像我们刚刚讲说, 掩饰新王来升起的话, 他会被取为叫掩饰, 他主要是不是依着眼根而升起吗? 所以如果是掩饰这个新王, 掩饰他主要所依的话呢, 这个受想形式也是依着这个了, 一般我们会好像认为, 我们以前会认为说, 受想形式一定就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感受啊, 跟好像我的掩饰完全没有相关联性啊, 我不知道大家像我们话会认为, 好像他这个完全是没有相关联性的话呢, 那不是,所谓的掩饰以及他周遭的受来讲的话, 他是同样依着一个根啊, 同样一个眼根升起的, 如果是掩饰的所依的话呢, 这个掩饰周遭的新王, 新所也是依着这个升起的, 周遭的新所是依着这个升起的话呢, 这个掩饰本身也一定是依着这个升起, 这两个是不能, 它是所依是相同的, 所缘的相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像如果我的这个掩饰是圆着大家的话呢, 我的那个新所也是圆着大家呢, 它不会有它个别个别的所缘, 这个的掩饰的所缘的话呢, 这个新所也在圆道了, 这个新所是圆道的话呢, 这个掩饰也在圆道了, 那个形象相同是说什么呢? 这个如果它陷起来了, 另外一个也是这样陷起, 一个是陷起的话呢, 另外一个也是陷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掩饰是看到这个瓶子又是矮的, 胖的, 高的, 瘦的, 什么等等的话, 看到这个新所也要这样子看到了, 不可能这个掩饰看到它是一个相貌, 这个感受看到是另外一个东西的, 它没有这样子, 这两个是完全相同的, 而刚刚讲这个饰, 这个饰我们一般取名或翻译叫什么, 叫植了, 植, 植, 就同植, 我们讲植物, 因为我说植物不是外面那个植物, 是说植它的品质, 品质的植, 同植的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 这是代表说, 一个新王的周遭, 也只会生起与它一个兽, 一个新所, 就是一个, 这样以这个类别的这个新所呢, 也就只会生起这一个新所, 不可能有一个新王周遭, 所有的兽, 或所有的响是跟着一个走, 我们以前会有这样的, 好像有一个主体的心事啊, 控制所有的心事的感觉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新王, 一个主导的心事呢, 所以它就只会有一个兽, 它不会有别的兽了, 它就是只有这一个兽, 每一个兽呢, 也只会跟着一个新王了, 这是它相等的, 在这个时候为相同的, 所以后面大家可以看到, 了解这个之后呢, 它就说, 那也有它所谓的它的相应的方式嘛, 它的相应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同有新所, 一直, 故, 直, 相应, 行程的时刻, 所依所缘, 形象同意, 故后世者相应, 这个来讲的话说什么的话呢, 它说, 这个来翻译的话, 完全看不得, 说同有新所, 一直, 故, 直相应, 同有一所的新直故是什么, 每一个新所啊, 它只会跟着, 与它同一个, 只有会有跟着一个新王了, 所以, 它只会跟着这个新王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 这个新王跟这个新所是直相同的了, 它只会, 这个新所只会跟着这个新王走了, 它不会再跟别的新王, 或者, 一个新王也不会有多种的, 当然它会有多种的新所, 可能因为有, 诗啊, 想啊, 行啊, 什么的, 它有多种新所, 可是一种的新所只会有一个, 它不会有两个不同寿, 三个不同寿, 四个不同寿, 不会, 它每一个寿呢, 也就只会跟着一个新王, 它不会跟着两个新王, 三个新王,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 它这边所说, 所有或同有, 每一个新所呢, 也就只有跟着一个, 有一个是, 有一个直的缘故呢, 什么叫直相同了, 而后面的说, 它形成的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若有一个呢, 另外一个也一定有, 若有一个则另外一个有, 也一定有, 那同样, 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依啊, 所缘啊, 相貌啊, 这些都是一样的缘故, 或者就是也是所谓的相同了, 所以这边所说的相应因, 相应因来讲的话呢, 也实际来讲, 一定不是所谓我们说的真实的因啦, 相应因一定不是一个真实的因, 为什么呢, 因为相应因的话呢, 它一定是要同一个时间存在嘛,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新王, 以及新所嘛, 因为它一定要符合这个五相应啊, 它有所谓的, 时间, 指, 所缘, 所依, 相貌, 或者它这边所说的形象, 这五个都一定是相应的缘故的话呢, 所谓的相应因的话呢, 一定不是真实的因果了, 一定是同一个时间而有的, 可是为什么它叫相应因呢, 因为它是不是互相补助啊, 互相来辅助的, 新王也一定要靠着这个新所才会有的, 这个新所是靠着这个新王也才会有的, 它是互相依靠的了, 好, 而后面的这边想说, 片行因, 片行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能生至果同地后染污的染污法, 或者烦恼者的话是什么的话呢, 它所谓的, 这个片行因来讲的话呢, 只有是烦恼, 跟烦恼周遭的这些新王, 新所, 我们才可以照合说片行因, 它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能生至果, 它要有办法生出一个什么呢, 与自己同地的, 同地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欲界的烦恼, 会再生起另外一个欲界的烦恼了, 初禅天的烦恼会生起, 初禅天的烦恼, 后禅天会生起后禅天的烦恼, 这叫同地, 这个同地的意思是说, 它摄取的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能生至果, 同地的后染污的染污, 它有, 这意思是说什么是, 它有能力生起与自己同地的后面的这样一个烦恼了, 所以它是不是在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称心的话来讲的话呢, 前者的称心会生起后者的称心吗, 那如果我是想说我是最后一刹那的欲界的烦恼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 它就不是所谓的偏行因了吗, 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 再生起后一刹那的烦恼, 后一刹那烦恼是什么, 假设是有什么是与自己同地的嘛, 它已经是最后一刹那的, 它后面就要断掉了, 变成不见的话呢, 它没有后面的能力再生下去的,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以前, 我有跟他们解释过的话呢, 就等于说什么, 这边等于说有像, 种跟别的, 怎么来讲说种别呢, 这边所说的具有因呢, 跟所谓的具有因跟相应因呢, 等于是种跟别的, 或者我们来讲的话, 它等于是像三句型的, 如果是相应因的话, 一定是具有因吗, 可是具有因不一定是相应因啊, 为什么, 因为具有因它可以分为说, 同一个时间生起来的, 这些不同的材质啊, 外在的物品啊, 相应因只有是新王跟新索才会有的, 所以从广的, 同时间的因果来算的话呢, 同时间的所谓这边的因跟果呢, 具有因是广的, 相应因是比较狭隘的, 比较特殊的这一阶段, 同样, 这边来讲说什么, 同类因跟谁, 跟偏形因是相同的了, 同类因是在讲说, 它不一定是要烦恼吗, 错误的形式, 它就是说, 像瓶子啊, 柱子啊, 都可以生起同一个类别来讲, 可是所谓的偏形因是说什么, 是在与同类因所要具足的条件上面, 还在加说什么, 它一定是一个烦恼的, 染污的, 这个东西才可以算呢, 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 能生自果同地后染污的染污, 既是片行因的现象, 例如, 称就是比的, 因为呢, 在什么, 因为在句子的论说, 片行为前片, 那片行为前片的话说什么, 片行为前片, 为同地染污, 因为我记得这边是, 因为它翻对了, 可是我们藏文我这个打错了, 因为这个藏文打错了, 就是说后面这个说, 后句的我们在这边翻成说, 有一个叫, 它是同一个字的音是一模一样, 它字打错了, 有一个可以变成五, 有一个是钱, 那藏文的五跟钱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音啦, 音是一模一样, 可是如果你插在上面的, 一个前加字啊, 或者上加字的话呢, 它意思完全会不一样,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的原因是, 我这个藏文是写一二三四五的五, 它不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它是前后的钱, 所以它这边就反而说, 骗行为钱骗, 为同地染阴, 那它这边这个记者的意思, 在句子的论说什么的话, 所谓的骗行音呢, 就不可能是同一个时间的, 骗行音一定要是比这个国, 之前就有的了, 所以它要钱骗嘛, 它还不只是这样子呢, 它还要符合的话, 说什么呢, 它是有办法生起自己的, 与自己同地的这样烦恼呢, 我们才叫说骗行啦, 骗行, 很跨,很骗的这样来讲的, 好, 那第六个呢, 我们这边所说的, 一手果, 应该说一手鹰啦, 一手果跟一手鹰的里面, 这一手鹰呢, 它说什么呢, 这什么意思来讲的话, 我们所谓的一手的鹰啊, 一手的鹰是什么呢, 是它可以有办法能生出一手的果嘛, 一手的果, 那这一手的鹰是谁呢, 这一手是在什么意思, 说是在与轮回当中感到果报嘛, 与轮回的果报来讲的话呢, 那是不是我说无漏的鹰, 无漏的善业呢, 它是没有办法感果于轮回嘛, 它不会在轮回当中感果, 所以当然不会设在一手的鹰嘛, 它不会成为一手的果产生出来的, 那需要什么能力, 才有办法在轮回当中可以感果呢, 就是有漏的善或恶嘛, 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投身与善去的鹰, 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的影业, 也只有分为善业或者恶业, 没有所谓的无极业嘛, 它是不是说或者善恶去的业呢, 就是恶业嘛, 善善去的业就是所谓的善业嘛, 还有这个善业里面可以分为说, 它可能说的善业, 或所谓的扶业跟不动业来讲嘛,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善一量加的有漏呢, 因为是有漏的善业才会感果于轮回啊, 那我们在恶业上加有漏呢, 它就不用了, 因为已经本来一定就是会感果于轮回的话, 所以它就不用加了嘛, 所以它就说或者是恶业, 或者是有漏的善业才可以变成为一手的鹰嘛, 这以上来讲的话, 简单的话, 它是依着什么的话呢, 它是依着拒舍论, 而去追鹰的一种的形象啊, 或介绍我们前面的在小鹰果的时候介绍鹰跟果就是指说, 鹰是什么是能生啊, 果是变成所生啊, 那它有分什么上分, 进取鹰, 进取果, 聚生鹰, 聚生果呢, 那这边的鹰是什么, 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分出这些鹰的啊, 那鹰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刚刚以上如果讲说进取鹰啊, 聚生源啊, 或者说所谓的鹰啊, 是这样的话呢, 它到底有什么的相貌啊, 或它会有什么样的, 产生什么样的果报呢, 那简单来分的话, 我们可以分出说什么就是所谓的能做鹰啊, 聚友鹰啊, 相应鹰啊, 同类鹰, 片行鹰, 异守鹰, 那我们简单来讲, 我再跟大家做一个总复习来讲的话, 能做鹰是什么, 就是说, 凡是它就有作用了, 就是有一个作用, 它就所谓的能做鹰了, 那所谓的聚友鹰的是说什么的话, 取名, 取名为鹰果, 实际上来讲的话, 除非是彼婆沙中, 我们在佛教徒里面, 只有彼婆沙中承认有同一个时间的鹰果啊, 为什么同一个时间的鹰果啊, 它就在说什么, 它有互相的辅助啦, 互相辅助它就叫鹰跟果,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 所谓的鹰果不是互相辅助就可以做鹰, 是透由这个而伸出另外一个, 这才叫说, 鹰果嘛, 所以以上的, 像金布中啊, 或别的, 它们就不承认有同一个时间的鹰果, 但可是我们可以取名为叫聚友鹰, 取名为聚友鹰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互相同一个时间有, 但互相没有障碍的, 对互相生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的话呢, 我可以说叫什么, 这叫聚友鹰了吗, 而所谓的同类因是什么呢, 同类因就是说, 它有能力生起了与自己的类别是相同了, 就像我说, 比如说我说像我今生的如圣法师呢, 不一定是, 应该说不是我下一次的我的同类因了吗, 因为是不是我死亡的时候呢, 如圣法师这个类别啊, 或者我们这个类别的产生, 它就会自然就停止嘛, 因为为什么我死亡的时候, 我的戒体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这个类别就停掉了, 但是什么呢, 我这个直流啊, 是不是会流下去, 是啊, 我的这个心事是跟着带下去了吗, 可是我这个类别就停顿了, 同样那在这边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像说所谓的, 不是所有的因果都是所谓的同类因, 但有一种特殊的是说什么, 是生出于自己的同类别的, 它有些不是同类别是什么呢, 那刚刚是不是说, 像最后一刻的凡夫的这个心事, 或者说我们想说, 最后一刻的烦恼啊, 它下一次, 下一刹那又要被断除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生起它的后续流, 或者后, 与它同类的这个后者了, 已经没有能力了, 那所谓的同类因是什么, 是这个前者呢, 它有能力生起, 与自己是同类别的, 不会再变化了, 就是说, 它有一个类别说, 前者的瓶子可以生起后者的瓶子吗, 它已经是没有再说, 好像一整个新的一个类别产生了, 就是上方的, 上者的类别已经产生了, 好, 这是第三个, 说同类因了, 那第四个我们所谓的相应因的话呢, 它是什么什么, 它是从刚刚的具有因里面的来讲, 分出另外一个了, 分出另外一个, 分出另外一个说什么呢, 在具有因当中, 有很多啊, 有很多都内外的物品了, 可是这边相应因是什么呢, 是内心的, 一定是内心的, 内心不只是内心, 那是什么是所谓的心王跟心所,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 因为这个在以后我们在学心内学的时候, 很有用处, 就是说这两者, 是为什么是为心王跟心所呢, 我们也说它是跟随者啦, 它是跟随者, 那心王等于说什么呢, 心王等于就像一个国王般的一样, 它是主导了, 整体, 或者我们现在用词来讲话什么, 心王等于说什么是像这个公司的CEO一样, 你说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呢, 它也不一定有什么特殊功能, 那你说没有呢, 它是统领的嘛, 和这下一个是什么呢, 这每一个心所是什么呢, 等于是每个部门的组长了, 这个CEO要他顺利的使这个公司工作的话呢, 他也一定需要这些各门的部门的部长啊, 可是这个各门的部长呢, 他又没有一个上面这个CEO呢, 他也没办法运作嘛, 所以他的这来讲的话, 心王跟心所就有点像类似这样子, 他所圆的, 朝的目标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他所现出来的事也是一样的, 他的所依靠的也是一样的, 时间也是一样的, 值也是一样的, 那差别是什么呢, 他会有他特殊的功能呢, 像瘦来讲的话呢, 他所圆的是一样, 他所做的是一样, 他与心王是什么呢, 他不一样是什么, 他是专门在与那种, 有那种感受啊, 或者有说感觉到的那个作用, 是由他来感受到了, 可是他圆的是一样东西嘛, 我们以前我比较难解释说什么, 像说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 举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我们, 大家一直在听到经书里面, 是不是讲说, 从我值到非礼作义, 非礼作义会生起贪心吗, 那你说这个非礼作义跟这个贪心的相貌 跟所缘一定有差别吗, 不一定, 有的是一模一样的, 非礼作义是什么, 他把它比如说看成是过于悦意的嘛, 过于好的, 可是他没有追求, 他只是说一个颠倒了,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好了, 比如说我, 我完全还没有贪, 可是比如说, 我以前, 假设像我刚刚跟大家常常举的那个例子, 我说以前很喜欢喝可乐的这样子, 在我意识上, 我把可乐看成过于它的标准的好的话, 这都还没有贪啊, 这只是一个非礼作义吗, 因为我没有贪的相貌出来吗, 贪是什么呢, 贪是要那种追求加上去的吗, 你没有追求, 就不会贪啊, 它就是一个非礼作义的状态, 就是说我把它装在看成因为颠倒了, 还有这个贪, 有像追求啊, 这个欲望产生呢, 这才变成说是贪了, 可是这个非礼作义跟这个贪呢, 它相貌是一模一样嘛, 所原的是一模一样, 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都是颠倒的,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贪呢, 因为它加了一个这种追求了, 那同样, 新王跟新所是什么呢, 它的所原也是一模一样的, 它所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 和它差别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是圆着瓶子, 可是有那个感受, 有一个是在分析啊, 或者像我们说, 刚刚举那个台湾的例子, 你看我们真的来讲的话, 我吵的都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安乐, 这是我, 大家都是献出这个, 也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但是有些人是说, 我有可能是在处理运动的, 有些是处理文化的, 有些是处理教育的, 可是它的所原, 所要执取的是什么呢, 那都是人们的快乐嘛, 一样, 那同样在这边, 所谓的新王跟新所呢, 它所原的, 所观察的, 所执取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它的作用呢, 每一个每一个有它的特别特别的作用, 这是这个的差别, 和这些的新所呢, 因为它是别别别别别的部门呢, 它一定要跟着一个新王走, 它没有跟着这个新王呢, 它是没有办法的, 好, 这是所谓的相应的因, 跟相应的果, 那第五呢, 我们是不是就想说它所谓的, 我们讲说, 这边讲说片形因了, 那片形因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边它把它翻成染污, 染污, 在泛文, 的确在烦恼的意思就是染污, 可是我们这个简单, 比较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什么, 染污跟具有染污的, 就是烦恼以及烦恼的周遭的, 那我们叫, 这个叫染污了, 就是这一地的烦恼, 有能力在升起, 与它同地的, 同范围的, 后者的烦恼呢, 那前者的烦恼我们叫什么, 叫片形因了, 而最后的一首因, 就是什么, 我们轮回, 我们流转在生死的因, 就是所谓的一首因, 就是所谓的恶业, 或所谓的游落的散业, 好, 那这个之后呢, 这后面是比较更复杂的, 就是在于缘啊, 他我们想说, 我会慢慢跟大家介绍, 这个缘是什么, 他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筑办既是缘的性向, 可分为因缘, 所缘缘, 真上缘, 等无间缘人世中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 缘, 在声音上去分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四种的, 他说什么叫, 因缘, 所缘缘, 真上缘, 等无间缘世者, 而, 缘, 跟因缘呢, 就是同一了, 缘跟因缘就是同一了, 一样一件事情, 或者可以简单讲讲说什么, 因, 缘, 因缘这三者呢, 都是同一了, 凡是因呢, 也就是一个缘呢, 凡是个缘呢, 也一定是一个因, 因也一定是因缘, 因缘也就是这个来讲, 所以, 为什么说缘从声音上去分呢, 可以分出这四个,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因缘跟缘是没有, 没有什么差距, 所以你不会说, 因缘是缘的分类吗, 就像说我不会说, 无常可以分为什么, 可以分为事物啊, 无常可以分为有为法, 因为, 他不是他的分下去的嘛, 他就等于说, 他站的位置跟他一样的时候呢, 他没有要分下去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呢, 我们在经书上常常会看到这三个名称, 就是说, 叫什么呢, 叫说, 所缘缘, 真上缘, 跟等无间缘啊, 那我们这次先介绍的所缘缘, 是说什么, 我先把定义念完, 看我再跟大家讲说什么, 他说, 初者与缘是同意的, 就初者什么, 就因缘跟缘是同意的吗, 后者呢, 是在指什么, 是在指说, 所缘缘的定义呢, 他说, 直射的根线前之三缘随一, 又是自或自类中, 无有任何直射根线前的真上缘, 或等无间缘, 父是外处的同位, 而且又是生起直射根线前为据射向的主要直接的能生者呢, 这是既是直取射法的根线前的所缘缘的定义, 例如说射本身, 好, 那我们先知道的话呢, 所缘缘的意思的话, 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略略介绍的说, 为什么很重要呢, 所缘缘, 真上缘, 等无间缘呢, 他在介绍说这个心是为什么会生起的, 会用到所缘缘, 真上缘, 等无间缘是说, 这个心是生起来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这三缘啊, 我们常常是问说, 我这个心为什么会生起啊, 就是你这个三缘具备, 或者你它的缘具备呢, 这个心是就会生起嘛, 这个缘不具备, 这个心是就不会生起了, 那是所有的心是都不需要透由这三缘吗, 就是所缘缘, 真上缘, 等无间缘生起的, 那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呢, 所缘缘是什么, 我们上次在心内学跟大家介绍说, 所缘缘是什么意思说, 我这个心是会现出这个东西的相貌呢, 不是因为这个心是的能力吗, 它没有自主, 而是说所缘缘的话是什么, 透由这个外境的, 好像反射在这个性上面的而生起, 这个心是才会看到的话呢, 这叫什么叫所缘缘呢, 所以我们讲说, 像分别心来讲的话呢, 分别心就没有任何的所缘缘了, 那你说一样啊, 分别心也是缘的瓶子, 掩饰也是原着瓶子, 为什么瓶子就是可以说是掩饰的所缘缘, 可是瓶子不是分别心的所缘缘呢, 因为你看瓶子在内心上可以现出瓶子呢, 不是因为一直瓶子反光在这里面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闭上眼睛, 我什么看不到的时候呢, 我分别心还是可以看出瓶子啊, 你看你眼睛闭上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用眼视去看到瓶子了嘛, 所以我们会有所缘缘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一定是依着现前事, 就是它直接反观反照, 有点像镜子而已, 外镜怎么样反盖在这边, 它反过去而已, 它就照要出来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 我们把定义套一套大家就知道了, 就不用, 刚刚这个定义讲起来听起来很难, 可是实际上没那么难啊, 它的意思是说什么, 只取色法的根线结, 我们是不是在心内学略略的去介绍, 我们把色法, 我们把它换到什么, 比如说是只取瓶子的演示, 我们用这个来做例子, 那只取瓶子的演示的所缘缘是什么呢, 就是瓶子, 或者瓶子的无常, 都可以说是瓶子的所缘缘,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瓶子, 或者瓶子的无常, 是瓶子的所缘缘的话, 它要符合什么什么的条件, 第一个呢, 它是只取瓶子的演示的三缘其一了, 它是它的所缘缘, 真上缘, 或等无间缘的其中一个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它说, 自己本身, 或自己的类别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可以作为说, 只取瓶子的, 跟现前的, 真上缘或等无间缘吗, 像你看我们说是不是, 只取瓶子的, 的演示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它或它的类别, 它是什么, 像瓶子啊, 或者瓶子里面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可以作为, 只取瓶子的, 演示的真上缘, 或等无间缘吗, 那第三个条件是说什么呢, 它说, 它自己本身也是所谓的外处, 外处, 它就是所谓外处说, 它不是用心思所设持的吗, 它是外在的一个物品, 它是外在的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条件下呢, 它主要是说什么呢, 它主要是让,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让只取瓶子的演示, 可以献出瓶子的相貌,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条件是说什么, 它是直接因啊, 它一定, 所谓的三元的话呢, 一定是这个果的直接因啊, 直接的能生, 好, 它要符合这样的五个条件的话呢, 它才可以作为说, 瓶子的, 只取瓶子的演示的所缘缘, 我们再慢慢一一一解释说, 只取瓶子的所缘缘是什么, 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是不是瓶子跟只取瓶子的演示吗, 它所缘缘是在谁呢, 是在谁呢, 是只取瓶子的演示的所缘缘吗, 所以这个是再加上说, 谁的所缘缘是演示的所缘缘吗, 演示的所缘缘是谁呢, 是瓶子吗, 瓶子, 好, 那我们看那一一的条件符不符合, 瓶子是, 是可以说是能生其, 为什么要说, 它是只取瓶子的演示的三缘缘, 它一定要是可以能生出演示吗, 它连能生出演示都没有的话呢, 它怎么可以作为说, 只取瓶子的缘呢, 第二个说来讲的话呢, 它不会作为说, 只取瓶子的演示的真上缘, 或等无间缘了, 它是完全不同的, 走不同的领域了, 而也是外出嘛, 从外在的反观回去了,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是要使, 只取瓶子的这个演示呢, 能献出瓶子的相貌吗, 为什么, 只取瓶子的演示, 为什么会献出瓶子的相貌, 而就是因为瓶子的缘故嘛, 是有瓶子的缘故, 只取瓶子的演示才会显现出来吗, 还有什么别的呢, 或者说比如说, 瓶子的无常, 也是只取瓶子的演示的所源源的, 为什么呢, 你看是不是瓶子跟瓶子的无常是混在一起的吗, 分不开来, 所以这些都可以显现的, 而是说什么, 它是只取瓶子的演示的直接音, 直接的能识, 它没有间隔, 这些来讲说才可以的, 或者我们讲在心内学的, 常常跟大家举的例子来讲说什么, 就像我同体性的例子来讲话, 大家看到如圣法师的演示的话呢, 大家圆着如圣法师的演示的所源源是什么呢, 那就是如圣法师了, 但是, 是不是只能说只有如圣法师是作为大家这个演示的所源源的, 就不一定了, 就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如圣法师是男生啊, 如圣法师是人啊, 如圣法师是比丘啊, 如圣法师是格系啊, 或者是高的这个如圣法师, 或胖的如圣法师啊, 或睡觉的如圣法师啊, 那都是大家这个演示当中的所源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大家看到如圣法师的时候, 这个都跟如圣法师合在一起吗, 是这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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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们的因素呢, 我们是在演示当中显现出了, 或者看到了如圣法师吗, 这个都是我作为我们看到如圣法师, 纵使到什么呢, 像如圣法师是无常这件事情, 如圣法师是叉大叉大变化, 坏灭的, 这些都是跟如圣法师很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们都是使我们, 升起让我们可以看到如圣法师的这种的, 演示的缘吗, 这就跟分别性不一样吗, 分别性你看, 我看到如圣法师的时候呢, 如圣法师都不是我主要的因素啊, 主要是说什么, 我内心上想到如圣法师的异工相吗, 我透由如圣法师的, 我可以想到如圣法师的意识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 就在内心上如圣法师就可以献出来, 它跟那个外在的境, 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了吗, 对不对, 我说大家, 假设我等一下走开, 或大家回家, 大家还是可以意念起我啊, 对不对, 你只要闭上眼睛说, 我今天早上上课, 怎么样, 还是很游心的, 历历的游心在这里内海的, 那种如圣法师都献出来了吗, 可是那不是因为如圣法师的缘, 使得它生起来了, 这是使自己的异工相了吗, 跟如圣法师的, 好像在照耀, 照到这个心上, 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所圆圆的意思说什么是, 这个东西有没有在内心上, 显现出来而使这个东西生出的, 那有没有有一个疑惑, 或什么来讲的话呢, 有些不同的人, 我比较偏向是我们人对色类学来讲的, 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比如说, 颠倒的, 眼视啊, 有没有它的所缘源, 颠倒的, 比如说我看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视啊, 或者我看到说, 一个月亮是两个月亮的这个眼视呢, 它有没有它所缘源的话, 我们会说它一定有它所缘源, 凡是非分别心的话呢, 非分别心来讲的话呢, 都会有它的所缘源的, 你看, 我会说我在眼视当中, 我不可能平白无辜的, 我没有圆这个东西就现出说, 哦, 这是一个月亮, 是两个月亮了, 纵使我是把一个月亮显现出两个月亮的话, 我是看到月亮嘛, 虽然我看到月亮, 我没有把月亮看成为一个月亮, 我把一个月亮看成是两个月亮呢, 可是我还是依着一个月亮, 去看到它两个月亮, 所以我有把, 至少我有把一个月亮显现出来在脑海当中吗, 同样我把雪山看成是蓝色的时候呢, 我虽然没有看到白色的雪山, 但是我有看到雪山了, 你看到雪山不一定要看到雪山是白色吗, 我看到雪山是蓝色的, 可是为什么我看到雪山呢, 或者我们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说什么, 比如说大家如果带过有色的影片的镜片来讲的话, 我看到大家是蓝色的吗, 可是我有没有看到大家, 我还是有看到大家, 我还是有反读大家, 可是我没有看到大家自己真正的实质的颜色了吗, 可是我虽然我没有看到大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颜色了吗, 我看到是一个非生死的, 我把它看成是蓝色吗, 或者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看到大家是红色了, 所以虽然是一个掩饰, 同样一个掩饰呢, 他, 我们一般会说是一定有他的所缘, 可是唯一有一个比较大的疑惑, 或者辩论有些人说什么的话, 那如果一定有他的所缘缘的话呢, 那如果他是医者, 比如说我从, 他没有什么所医, 我忽然从, 没有因素我在眼睛那种像冒金星啊, 或者金书在这边举的例子说什么, 是好像从天空下着那个头发, 我以前说怎么会有天空下着头发, 我觉得之后我们应该是意思说什么事, 你看眼睛很累的时候眼花缭乱, 大家如果有这个经验, 你忽然好像有那种一丝丝白白的这样飘下来的啊, 是这种意思啊, 这个是一种颠倒式嘛, 因为没有东西真的这样子从天空这样掉下来, 可是你看到的时候呢, 那他们就会说那个所缘缘是什么呢, 因为你眼睛, 你是用, 你实际上是用眼睛看到了嘛, 你眼睛现出的那个金星啊, 那个所缘缘是什么, 所以有一脉的主持大德们就说, 不一定要依靠所缘缘, 重点是眼视啊, 他也不需要依靠所缘缘, 可是你不需要依靠所缘缘的话, 就有什么问题, 就是为什么白色的雪山, 看到白色的雪山的眼视, 看到一个月亮是两个月亮的雪山的眼视呢, 他为什么要让他所缘缘, 他可以毫无的这样子可以看到啊, 我们之后再慢慢讨论这些, 可是他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比较倾向啊, 我比较, 我自己的思维的倾向是说, 凡是眼视, 凡是非分别心的这种的, 这种生起来的话, 他一定是透由三缘而生起的, 他一定是透由这三缘, 他这三缘不具备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生起来的啦, 好, 而, 所以呢, 我们以后听到所缘缘的意思就是知道说, 所缘缘是在讲什么呢, 所缘缘是在指说, 内心会献出这个静的相貌的主要的因素, 这叫说, 他主要生起这个心事, 可以献出这样一个静的主要的因素呢, 是什么呢, 我们叫所缘缘啦, 好, 而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讲说什么叫, 真上缘跟邓无间缘呢, 而, 真上缘的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 真上缘我们又可以分为说叫, 一般有讲说的, 共同的真上缘跟不共真上缘嘛, 那我先, 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先不分, 讲说什么叫共跟不共, 我们先下去看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又是直射的根线前, 成为能直射的主要的直接的, 对不起, 我跳了一下, 我这边好像漏了几个字, 应该是说, 他是说什么事, 应该是说, 他是直射的根线前的三缘随一, 又是直射根线前, 成为能直射的主要的直接能生的, 这是说什么呢, 还有父辈原为清晰的内射, 即是直射根线前的不共真上缘的定义啦, 例如说什么呢, 直射根线前的真上缘的眼根啦,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主要来简单来分的话, 这边所不共真上缘的意思说什么的话呢, 这边来讲, 我像直取瓶子的眼视的不共真上缘是什么, 他主要为什么他可以去抓住瓶子是什么, 这个心事的为什么有能力去抓住瓶子的, 不是瓶子的吗, 已经不是瓶子了吗, 这个心事可以去抓住这个瓶子的能力是说什么呢, 而是从那个眼根嘛, 因为我这个瓶子反射到这个根之后, 我有个四身其他就抓住了嘛,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因素, 他主要去抓住这个呢, 这叫说他的不共真上缘, 所以真上缘, 真上缘来讲的话呢, 说什么是, 一般我们对这个解释说什么, 在可以使他有自主的, 使这个果有自主的能力生出来的话呢, 这叫真上缘, 就像说我们说什么, 或者说我们的真上缘可以说, 像我们刚刚在讲广论里面, 我们的真上缘可以分为外的真上缘, 跟内的真上缘, 内的真上缘是什么是我的正量, 我可以, 这是我的清教师, 我真正的真上缘, 那我的外真上缘是什么, 是我的善知识, 它使我可以自主嘛, 我再不被烦恼去控制了, 我是可以使我自主的话, 是使我的善知识是我的外在的真上缘, 那同样呢, 这边的说什么, 是谁使这个心事有自主, 使这个心事有能力去产生呢, 是什么, 是投入它的真上缘来讲的呢, 而像我们刚刚举的, 眼识来讲的话呢, 眼识投入它有的, 它的共的真上缘, 跟它的不共真上缘, 不共的真上缘是什么呢, 它的独一无二啦, 它为什么会叫眼识呢, 就不是因为心事的缘故了, 是因为眼根嘛, 因为它的主要的因素是眼根呢, 所以它才被取比较眼识了, 它的不共了, 所以这两个共跟不共的意思是代表说, 它是什么呢, 是根事跟意识当中呢, 如果它只作为根事的缘呢, 它就叫做不共, 不共了, 而根事跟意识二者当中, 它又作为根事的缘, 又作为意识的缘呢, 它叫做什么, 共真上缘了,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很好玩就是说, 根事跟意识二者的话呢, 那根事的等无间缘呢, 就一定是什么, 就一定是根事的共真上缘, 这两者是同意的, 根事我们后面的这个等无间缘呢, 跟根事的共真上缘呢, 那是同意的, 那如果是意识的等无间缘的话呢, 等于就什么是意识的不共真上缘呢, 反正刚好颠倒过来, 我们在这边讲说, 根事的等无间缘呢, 就等于是根事的共真上缘, 而意识的等无间缘呢, 等于就是这个意识的不共真上缘了, 所以我们后面先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再介绍三缘的这边, 我们先从根事的这个部分来讲, 根事介绍完我们会再介绍意识, 虽然金书这边没有讲到, 可是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意识的, 那根事的这边的不共真上缘是说什么呢, 是之前的那个的眼根, 因为主要我像我的这个眼睛, 我可以看到大家, 我是用眼识看到大家, 我这个眼识可以看到大家的会升起嘛, 我这个眼识会升起是什么呢, 不是我自己作意啊, 或者我说我要升起眼识啊, 不是, 是因为大家的相貌反射在我的眼根了嘛, 你们大家的相貌反射在我的眼根, 我这个眼根具有当下, 我又有说大家的形状, 大家反射在我这个眼根, 我前面有那个作意, 三者三元合一的时候呢, 我想要挡我也挡不掉我的眼识要升起了, 可是我这个三者不符合, 没有具备一者不具呢, 我再想要用我的内心想说我要升起眼识呢, 我也不会升起了, 可是这个眼识为什么会主要升起, 它可以自主的升起, 可以去圆着瓶子啊, 或圆着射法呢, 是什么呢, 而是因为它那个眼根嘛, 那个眼根有的缘故, 所以我们叫做说, 它是叫它的, 这个眼识, 它的主要的功能, 它主要为什么会去取这个相貌呢, 不是在意识上面作意, 而是因为在眼根上面反射出来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讲说它叫眼识嘛, 或者说像耳识啊, 蛇识啊, 鼻识啊, 声识, 为什么一一取的, 因为它主要是这些的相貌反射在这个根上面, 它反射在这个清晰体, 所以它为什么后面讲说, 又是父辈原为, 我觉得这个原会被, 大家会看错, 就是说又是, 清晰的内色啊, 不要说原为, 这个原为是什么意思, 代表说是被量原为啊, 就是试这件事情啊, 它是直射的根线前的主要的直尖能生, 又是清晰的内色吗, 这又是清晰的内色是说什么呢, 我们这边的不共争上原来讲的话, 是一种清晰的内色的法嘛, 所以我们这个清晰的内色是说什么, 是上次是不是我们最早最早在介绍色类学的时候, 在讲说根的话呢, 根的意思不是我们的, 像眼根不是这个眼球嘛, 因为这个眼球都不是这个所谓的清晰的色法嘛,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把它换掉啊, 那这个眼根是什么呢, 就是说好像它, 你看为什么有些眼球结合的时候, 我们会说它要吻合嘛, 它有些是明明条件很好, 可是椅子上面它就坏死啊, 或者说它没有接不好啊, 或者什么来讲, 那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在佛学的解释是说, 它有一个眼根, 没有配进去了, 纵使你把这个记忆体或者眼睛的球, 放进去里面了呢, 没有一个眼根去包住, 它那个包住的时候, 是什么呢, 那叫清晰的内色啦, 它这个是等于说什么呢, 一般的经书解释的, 或者说什么, 它等于说什么, 是像, 你说芝麻里面那个油在哪里呢, 你把它每一个切开切开, 你就觉得没有油, 可是你明明又压下去, 又有油出来嘛, 那同样我们这个眼根是什么呢, 就是你说它在眼球里面哪里呢, 都找不到呢, 可是呢, 又是说如果正确的有的话, 它是好像一个说片不于每一个部分的, 片不于每一个地方, 密漫着或者包住在这个眼球上面, 所以它叫清晰的, 为什么清晰呢, 它是我们清主看见的嘛, 清主看见的, 清主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 由心事而摄持, 摄持住的这种一个设法呢, 这才是所谓的不共真上缘, 不共真上缘, 对这个真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使质啊, 真上是, 这个果有能力, 有自主的可以去, 做它的要做的作用, 这叫做真上缘啊, 真上的意思, 好像我想说我们, 三缘四缘会讲的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跟心内学很有关系, 应该是, 这个主要是, 我们后面要学心内学的话, 这等于是连接过去的, 是透游这边, 从游这边的, 摄泪学在中理路这个阶段呢, 它已经在铺层是说, 要从外在的逻辑, 要带进什么事, 带进内心的心事了, 它一开始, 三缘这边开始要介绍心事的时候呢, 虽然它好像还很模糊, 但是它已经开始铺层说, 心事不是没有原因而生起的, 它是有原因的, 它是一直很多的因素, 才会生起来的, 所以,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问,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说, 所缘缘啊, 真上缘啊, 等无间缘, 我想我会尽量的把, 我尽我的能力把, 这三缘是什么样的解释, 但因为这个是很困难, 我说这不容易,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在学色列学的时候, 每次看到这个三缘的, 刚开始的时候, 在讲什么, 都觉得说, 都听不懂啊, 这好难哦, 这个是什么, 但这个比较看得懂的是, 到之后什么时候看得懂的是, 看到在说, 《适量论》的第三品, 第四品, 才看到这里面是在介绍三缘, 这就, 学过很多年之后, 再回去看读了, 《适量论》的第三品, 他讲这个三缘, 他觉得就忽然, 好像自己清楚很多了, 可是我会尽量把我, 以前不懂的, 我的是怎么去思维, 和跟大家, 把自己的错误的思维, 跟一一一一, 怎么把它去除, 和到怎么去思维, 和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慢慢, 今天的略略介绍, 大家回家可以慢慢思维之后, 我们到下次来, 我们再有机会去, 一起的讨论,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再说一遍, 请教格西, 那个所源源跟异种, 他的关系, 怎么分辨, 是, 好, 那个所源源跟异种来讲的话呢, 所源源会生起来的话, 跟异种是差很多了, 异种的话是在谁才会产生, 是在分别心上面才会看到的, 所谓的异种, 我们先不要想到这个, 这个用这种名词, 异种是说什么, 是我没有, 真的找到这个意识, 可是我在我内心上面有浮现出, 好像这个东西的一个意识吗, 好像跟这个东西类似相似, 或者好像在我自己的脑海当中, 我自己套由自己的因素去摸索, 而摸, 在源到这个项目, 所以, 那个东西我自己塑造出, 好像永恒的不变的, 假设我说像我说, 你看大家走了, 或者我举我的例子, 像我比如说, 我父亲已经往生了大概25年了, 我父亲往生25年, 可是, 你说我想得起来吗, 可以啊, 想的时候就慢慢想到, 或者有一些因缘触发到, 内心上会想到他的, 可是我发现, 我过了这么长时间, 慢慢越来越模糊了嘛, 是因为我的一种的, 就是我自己的塑造的概念越来越强了, 因为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实际看到我那个父亲的相貌, 在我内心越来越淡掉了, 越淡掉了嘛, 可是, 是我自己内心塑造的, 我自己在讲说, 我父亲长相怎么样啊, 声音是什么啊, 或什么那样子, 实际相貌来也很少了, 而可是, 比如说你离开这个教室之后, 哎, 我要回想起如圣法师, 你回想起来, 可是, 近的这个因素还, 因为很犹新, 他很清楚, 所以相当好像跟我的相貌, 类似, 可是还没, 因为已经不在我的面前, 你是用这样回忆, 自己去塑造出一个, 如圣法师, 再去圆着这个的话呢, 虽然这个因素占得很强, 可是你还是用, 有一个义功像编的, 因为, 你根本不要依靠我自己回到家里, 或者去哪里的话, 你还可以想到的时候呢, 代表说一定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因素让你想起如圣法师嘛, 所以, 这个一种, 来讲的话呢, 它完全就是套由分别心, 这样自己的塑造, 塑造出来的, 不是实质的这个禁啦, 它是自己塑造出来而讲, 那所远远的时候是什么呢, 不是从内心这边塑造出来而去圆到的, 所远远是说什么, 因为这个禁的存在, 它反射, 或者因为它的因素照射在我的心事, 我的心事就看到它, 或者去圆的, 因为这个原因而我去圆着某一个东西的话呢, 这叫什么, 这叫所远远的, 所以, 一种会来讲的话呢, 虽然它是存在, 它是一个藏的东西, 它是由我的内心, 从我这个字方自己去思维啊, 自己去圆着它了, 所以它不是我的所远, 因为所远远是说什么, 它照射着, 它反射着在心事来讲, 所以所远一种来讲的话, 完全是从内心自己去塑造起来之后, 我再依着这个而去圆着设法嘛, 不是设法本身好像照在我的, 你看嘛, 是不是你看, 为什么你们回家之后呢, 不是我的这个因素照到你的心上啊, 而是你的心是圆过来我嘛, 应该是这样子嘛, 应该是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根本不在那个地方, 你没有任何的原因要在内心上浮现出我啊, 是我们心去往这个地方远过去, 我的心圆到这边可以, 为什么可以圆到实质的如圣法师呢, 一定不是如圣法师的因素了嘛, 一定是说什么, 是我有一个因素可以, 我随时都可以叫到的, 我要想到就可以了, 那叫什么我们就叫异工像或异种了, 异工像异种就是这个东西, 透过这个东西我去圆到如圣法师了, 而我跟演示的时候啊, 或者那种一线前事去圆到的时候呢, 就不是这样子啊, 你看我要用眼睛的话, 我不可能说我要看到, 我要看到好吃, 我要看到好吃, 我忽然就可以看到好吃了嘛, 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啊, 一定要有某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才可以看到, 所以演示它一定要依靠一个所圆圆, 是这个东西反射照耀在眼根, 而我演示生起来, 演示它没有那个我想要看到什么, 或我不想要看到什么, 我想要听到什么, 我不想要听到什么, 它没有这个功能, 它就是三圆聚合它就生起了, 没有聚合它就不生起了, 所以所圆圆跟异种它是完全分开来的, 一共像异种这个东西在什么, 在分别性上会生起来的, 而在所圆圆这些会依着所圆圆, 而有的话呢, 一定是依着所谓的非分别性, 不是分别性的, 它一定要依靠着近才会生起的, 这种的心事, 才会有所谓的所圆圆。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我们有可能色类学, 我们就是要到了15号的早上, 不是, 15号的早上才会再上, 因为下个礼拜是大家放端午节的假, 那样子, 好, 那我们就请回上,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这是8号, 1080号的第3号诸热病总监会难 conduct。 azt知道,